除了用藥物控制以外 还有刚刚有提到 吃药的一些注意事项以外 有没有什么生活上 可以建议给病人 比如说他适合做哪些运动 或者是他饮食方面 应该要怎么注意 有没有这样的建议 饮食方面是 每一个人每天都会接触到 所以这个当然非常重要的 那在饮食方面 一般我们都建议说 要低盐少油 因为盐分的摄取过高 东西吃得太咸 它的血压就容易上升 那油脂太多 那当然我们现在知道说 党固醇有可能80%是内生性的 但是还是有20% 有些人的体质是吃进去的 那你的党固醇如果太高 三酸甘酸太高 容易引起你的血管 比较有周壮性的硬化 那血管硬化之后 你对血压的调节就会不好 也容易有高血压的现象 那运动来讲 以一般来讲大概游泳是很好的运动 游泳是很好的运动 再来就是散步 或者说你有一点运动习惯的话 骑骑脚踏车 或者比较轻度的慢跑 那这个都会有助于让你的整个心血管会比较松解开来 那或者说到公园打打太极拳 这个也都不错 就这些缓和的运动其实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讲 其实都是蛮有帮助的 那在你的临床经验当中 有没有人因为就是经由饮食的调整 运动的一些适度增强以外 慢慢慢慢的摆脱了这个高血压的这个困扰 然后后来变成不需要吃药 有没有这样的案例 有但是这种案例不多 因为你要靠着饮食的控制跟运动 还有体重的控制 来让你的血压降下来 这个是需要非常大的耐心跟努力 而且你必须每天去做这样的事情 必须每天去做这样的事情 你才有办法维持说 把你的体重饮食各方面都控制得很好 才有办法把你的血压稳定下来 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决心 你可以整个的生活习惯去做有一个改变 有可能你真的不用吃药 但是你必须告诉自己 绝对不是运动个三天 饮食控制个一个礼拜 你的血压就不用吃了 绝对不是这样 像有人跟我讲说 听说吃芹菜可以降血压 我说那你是不是每餐 要吃三大碗的芹菜 才能降血压 所以绝对不是说 我今天认真吃点芹菜 我的血压就好了 我想绝对不是这样子 所以大家要有这样的概念 血压膏它是一个慢性的 长期的问题 对 所以如果你今天希望从饮食 从生活习惯 从运动去做一个改变的话 你也必须持之以恒 长期的去做 的确我们有看到这样的病人 可是真的不多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还是要提醒大家要不断的注意自己的血压 对 这个才是最客观的一个标准 好 所以我们今天听到了盐医师这样的一个分享以后 我们就知道说 其实血压不是可怕的疾病 可怕的是你放任不管它 导致一些血压的后遗症 这才是最可怕的 那经由这个饮食的这个调整 那么运动的一些增强 体重的控制 药物的一些适度的使用 其实你的血压还是可以得到很好的控制 甚至在一段时间以后 可以摆脱这个药物 虽然机会不高 但是还是可以越来越健康 得到一个更好的生活品质 得到一个没有疾病的晚年 好 今天非常谢谢盐医师 我们就先谈到这边 下回再见 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